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熊麻糬 跟你熊麻糬 我是許民雄 今天是6月7號 台北股市今天又在漲了 好 那麼像這一週 我們台北股市 其實差不多還是在漲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重點地方 我們先來看 這是我們今天 12點10分的時候 我們有 公貨會員3483立志大漲9.2% 當然收盤的時候沒有漲那麼多 差不多漲8.5%左右 也是大器 獲利最多有到16.2% 就是12塊 我們續報 這是我們公貨會員的立志 這是我每天跟你說的 這是我聽跟你講的 立志 那麼還有金測 金測是我們今天 今天市價買進 我沒在客氣 就直接用買了 529 就是金測529塊 這就是台積電供應鏈 那麼等一下我再講台積電的事情 一些供應鏈的事情 好 那麼這個月 是來到端午節 那麼又慶端午 那麼當然我們這邊也會給大家一些優惠 買一送一 你要好好把握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一直跟大家常在說 你不要等到 你不要自己隨便買股票 你如果去追高買的話 你可以看到你的帳本 如果真的如果說有賺錢 有增加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繼續做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你是當然 當然你還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要改變人生 你都要 不然一直贏一步 那個方式是不對的 好 當然就從現在開始行動 好 來我們來看 來 這 這是美股 美股納斯達克 昨天小漲 漲1點而已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收盤收最高 收在11個月來新高 好納斯達克 再沒有再創 昨天 昨天再創 前天 前天再創新高 納斯達克 那背半 昨天算漲1.2% 那沒算過了 那麼當然台積電漲2% 其實 剛大部分都在小漲小跌 台積電漲2% 比較多一點點 來 那麼 我們來看 這是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的大部分 今天大部分都去160點 那麼我 我上一週是有說到 那麼我們這一週 指數空間不大 當然馬上給我打臉 當然 你也不用太開心 你也不用太開心 你也不用覺得我看錯 我 我在看的是重點的地方 當然是在股票 個股 當然大盤的話 現在 還是一樣 那 在還是一個區間 那麼還是在往上推升 我們就繼續看 當然也 推升到我的股票 當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開圖通會 那麼他有透露到一些 重點的地方就是 高階製程 還有AI這方面 他們 有增加 當然就是變成他們的 他們三奈米 兩奈米 我們都繼續 三奈米 兩奈米 他們先進製程 這些以後的重點 那麼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就是一些強勢的族群 我們可以看到 像萬潤 這是他們的高階製程 師製程的 膽的 萬潤 可以看到還有星雲 都漲停板 那麼還有像 還有 還有像 金冊 今天我們買的 我們所買的金冊 今天 當然沒有漲停板 今天收盤收 543 543 我們是獲利 14塊 我們看後來 那麼我為什麼沒有在5月25號 進去買 因為當時我手上股票 都買得差不多了 當然就是要等到我們 最近我們 再把股票賣掉 把5月份股票賣掉 接下來再來轉股票 轉換股票 所以 今天進去買 買進去做 其實在5月25號 那時候我就已經有 我們 我們的超盤軟體 我們已經 有抓到了 一定有抓到了 好 這是 這是金冊 那麼今天才進場 今天6月7號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 那麼 來看一下 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 到目前為止 今天現在是5 568 5月5號 那 當時候大概是在 400 500塊以下 我叫你不要亂殺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在 已經開始 我的買進 我的超盤系統 已經有買進訊號 買進訊號 400到18塊 那就剩500 不用再給你 498 500塊以下 5月5號 我這邊我的超盤系統 就買進訊號 好 那麼台積電 就漲這一段 去這段 現在 現在我這邊 有6月5號 禮拜一 他們有賣出訊號 有賣出訊號 好 這是台積電 來我們看一下聯發科 來看聯發科 當然聯發科 也是我們台股 重點之一 我們剛剛台積電而已 聯發科 我們是在5月2號 我這邊 我這邊告訴你 他已經是足底 我這邊 利空測試足底 足底當然就開始要翻揚 你知道嗎 今天聯發科 今天收盤 創波段新鋼 收盤 今天是768塊 768 接受大家5月2號多少 多少錢 5月2號 我們的超盤軟體 是 這邊是660塊 660塊 到今天是多少 768 才會108塊 108塊 你可以去看前面 我一定有說 6月5月5月初的時候 這邊我一定有告訴你 不要再殺了 當然就是有我理由 然後我們的超盤系統 已經有 已經有買進訊號了 好 那麼再來看 哪裡是買點 哪裡是賣點 你如果不知道 多少錢買點賣點 說實在 你操作股票 你會很辛苦 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當然我們 像我們的超盤系統 這是我自己 自己設計的 超盤策略 我會寫一些策略 然後 把它轉換成 訊號 把它轉換成訊號 這不是自己去問他 把它轉換成訊號 有高點地方 有賣出訊號 那這台積點 第一檔地方 第一檔地方 有買進訊號 這也算相對高檔地方 賣出訊號 好 連八顆 這也一樣 都一樣 好 我們來看 那麼當然 你說如果要跟我們操作的話 當然 最快速就是直接來 來這邊來3秒去外賣 直接留下你的電話 按大名 我儘快跟你聯絡 當然還可以來電 這邊真的有電話 好 那這是TG 你可以3秒去外賣 3秒去外賣 那麼我都會不定時的 有重點的地方 我就會像我這一次我去參展 參觀 台北國際電腦展 那邊6月2號我去參觀 6月4號 那禮拜天 我在這邊 我寫的 其實寫不多 我寫不多 但是我挑重點在寫 重點在寫 這有靜默式的 一個散熱的 主要 展場那邊看到的主要就是 我看到比較有機會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散熱的地方 散熱 當然你說 一些什麼數據 數據的data中心 數據中心 還有他們的超級電腦 其實那都有 但是那些高頻 那已經都漲上去了 創意 四星科 那都起 那都起 一千都起 創歷史新高 當然我就 不再推薦 那麼我就 沒有寫很多 當然我沒有推薦的東西 我就不寫了 直接就寫 我看到有重點的地方 你說像 一般的像 涼氣冷室 涼氣冷室 它的散熱 其實每間的散熱都有 水冷室 每間也都有 淨默室 我去看了兩間 廣運還有技嘉 這兩間 我在這邊有推薦給大家的 6月4號禮拜天 那麼 你可以看到這個 技嘉 還有廣運 這是水冷室 7冷室 一般 一個風扇 一個風扇在那邊轉 來 來 6月5號在這裡 當然6月5號開盤的時候 2百塊都買得到 200塊很容易買得到 到今天 收盤224 這樣就 這樣看 這樣11% 技嘉 這樣兩天而已 就有 買到2、3天就有11% 這裡技嘉 再來看看廣運 技嘉 我不是介紹到這裡跟你說 不是喔 我在底下這邊 我們已經有做過一大段了 那麼在這裡 所以我 說實在 再推薦 因為已經到2百塊 我1百塊就你不要再追 但是2百塊再推薦 我多了 就看到 就去看到我需要的 我看到機會 那麼當然就要 報給大家知道 當然啦 讓大家 讓分享一些給 我們的TG的一些好朋友 那麼來 廣運 廣運在6月5號的話 在禮拜一 在拜運 6月5號 那時候差不多是40塊左右 今天最高到44.45 有拉肥 收盤收42.2 這樣問 到今天最高的時候 也夠11% 也一樣11% 這兩支股票 我只要分享 都兩支股票而已 當然 如果你說氣冷室 那就有其他的 我們帶來看 就像 這支 立志 一開始跟你說 那支 就是我們的肥完肥 我們獲利金現在有 15.5% 15.5% 來 再來看看 立志 這支 漲 漲也跟你說 漲漏 昨天跌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們還是續報 昨天跌跟你說續報 這如果是本人跌 就藏起來 我們不會這樣子 不需要藏 幹嘛去藏 你看 既然是看好 當然就繼續做 就繼續做 來 這是立志 還有泰素 這都我們要準備要賣 這都要準備要賣掉了 好 這都要準備要賣掉了 好 加斯達賣掉了 這個已經獲利了結 那麼 神機今天 賣掉了 今天跌下來 今天跌了 那麼神機我還沒賣 那麼神機我們還續報 那麼這 如果再沒往上推升 大概我這兩天 都會先把它 先獲利了結 因為我們就操作 我們就是維持在四到五檔 四到五檔 這不要 沒有百多錢的 不像別人 整天天氣都漲停板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沒有 到目前為止 你看看我今天跟你講到現在 我們目前股票漲停板 但是我們的股票都是大漲 我們的股票大漲 不就是 漏也是跟你講 像神機 神機跌的我會告訴你 來 再來看 星象 今天漲 今天去兩塊 這個星象給你收630 那麼現在目前為止 獲利 我們的會員已經獲利有75塊 75塊 你可以算 三個五 555塊買的75塊 這樣多少 獲利多少你可以算 好 再來再來看 全新 漲也跟你講 漲也跟你講 漲也是跟你講 第一次跟你講 今天漲 今天漲 其實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 有太多 有很多股票跟大家所講 來 5月31號 跟你講的是104 104跟你講的 但是我們會員買的 當然不是104 這樣就用15塊 在節目上跟你講的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是用的 全新 買一買 買在這邊 這是在節目上 這是104 在節目上 15塊 在這邊 在這邊買 我們的訊號 都不一樣 差不多 就20塊 20塊 不一樣 當然 會員的權利 不可能 當然我要保護我們 會員權利 讓他們繳錢 好 那麼 當然你如果要跟我們同步的話 歡迎你可以來電 或是帶賴生活圈來這邊 來報名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 我要講快速一點 愛譜 愛譜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 獲利56塊 沒有再往上推升的話 300 今天 如果沒有辦法再往上推升的話 站不上340 340 340塊 騙不掉 我也是準備賣掉 理事要準備要賣掉 來 這是用的 我們給我看一點 來 今天 這兩天 華指表現不好 我還是要跟你說 這5月10號我們已經做一趟了 5月10號賣出 我也在 在我的TG 有跟大家講 來 這華指 今天到今天為止 我們這一波最多 這是24.61 到這一波最多的時候 有賺到有15% 這兩天 你可以說 拉火 到目前為止 7.6% 不錯 也不錯 這在TG分享給大家 5月24號到今天為止 好 那麼 還有像大雅今天在場明白 這是我波段 這是我們波段的 波段 這是我們波段的系統 18塊到現在 提一波了 超過一倍 來 這華城 你可以說 華城 去年的11月21號 40.5元 買進訊號波段單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賣出訊號 如果有就持股序報 跟大雅一樣 就有的持股序報 不 不你就賣掉了 你不用不用追了 已經最多已經漲到163塊 已經起 四倍 四倍 其實說 你說 老師你問他 說這個還沒有四倍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 8033 你記不記得 雷虎也是漲四倍 起四倍 沒有雷虎是五倍 雷虎是五倍 不是四倍 雷虎是五倍 好 那麼 未來股票漲還是跌 我幫你把握 我幫你把關 你不可以太緊張 不說實在買股票 當然 第一個要點 你不可以看到一支股票 當然 你想要你買的時候 就看得很漂亮 像一座金山 但是 你買下去 他如果不如預期 如果是殺 摩托大白殺怎麼辦 那 我不知道 不要追高 人也追高 低檔布局不贏 你可以看 我們在操作 我們都是 我都叫你買的 買在哪個位置 都是在一個低檔的地方 你可以去看看 都是在低檔的地方 有買進訊號 我來我來帶你 低檔地方 有低檔地方 有買進訊號 這些地方 你可以看 這一些 去看 都是低檔地方買進 低檔地方買進 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真正 穿到錢 你這樣都贏了 不然 你如果整天這樣追高 跟人家這邊追高三天 對啦 你買的時候很興奮 買給你 如果沒有賺錢 整天不是很辛苦 那幹嘛這樣子做呢 當然 如果可以低檔布局的話 你如果 當然這要 你要找對人 還有 那麼 我一直跟你說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改變人生 你就要從現在開始 你能當時你說 老師啊 我輸 我差不多要輸完 你就會找我 那我就沒辦法 當然就是你 你要現在有能力的時候 你要不要改變人生 你要不要改變人生 你如果想要的話 從現在開始 開始行動 好 當然 行動的話 當然還要找對人 你的錢不要人 還有用對方法 這是我獨創的一個操盤策略 那是我的操盤的系統 好 那麼 這是昨天跟你說的 我們進場的股票 我買的 也是商量買的 商量買的 商量買的 今天小拉肥 小鐵 這兩股票今天 去 今天漲了5% 不知道有算大漲 我不知道 對你來說我不知道 那麼5%不錯了 5% 這裡 好 那麼 我一直跟你說 低檔佈局 背贏也難 你要不要改變 你要不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你才有機會 沒有 你永遠 永遠都在那邊的漩渦 整天買的都在緊張 如果你願意改變方法 成功就在你眼前 看你要不要願不願意改變 好 那麼我們現在6月份 端午節 買一送一 這是現在給你最大優惠 我也希望能跟你共創雙贏 好 那麼你可以加入的話 可以來電或是到LINE生活圈 來這邊來掃搖 掃搖LINE的QR Code 加LINEQR Code 那麼 留下你的大名 你知道我的LINE生活圈這邊 加1 那留下你的大名 和你的電話 那我會儘管跟你聯絡 那看完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謝謝囉 本公司以望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審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搖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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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N 搖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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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